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 你今天来到这里 不是偶然的 上帝看重的是我们要以靠 顺服及尾声的心 你们愿意吗? 愿意 愿意地说阿们 阿们 我们要更多一点 更多的热情 更多的大声地来呼求神 哈利路亚式的主啊 顺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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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服 不然? 这个时刻 当我数到3 我们一起喊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大声在开口来祷告 一二三 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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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麒麟,我想要感谢Mabel,所以我紧紧的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来表达我对她的感谢。 我一直都想要成为一位很有责任感、有当当、颜值和智慧并存的领袖,但是从Pastor Mabel的身上,我发现这些事都是不足够的,她深深吸引我的特质是她那颗愿意伟生,还有顺服神,并且把神永远摆在地上。 她可以有很多的娱乐和享受的时间,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但是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她选择把时间放在扩展神的国度,其实这些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事情, 她让我很佩服,很感动,也很震撼,深深恨多了我的心,让我觉得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也让我深深的觉得有点知愧不如,也深深吸引了我,想要向她有那种的魄力。 就是首先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谢谢你的付出,你是最棒的,也是我们领袖的榜样,爱你哦,Mabel。 嗨,大家好,我是Hayden,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特别想要让大家知道,Pastor Mabel的顺服及伟生的心,是如何来感动我。 当Pastor Mabel完成他学以后,他选择留在新加坡扩展神的国度,这时他并没有逃避,或者选择拒绝,反而是带着很有信心的心,来顺服及伟生在这里。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回应神的呼召,就因为这样,Pastor Mabel要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暂时地离开他的家人和爱人,并且带着顺服及伟生的心,继续留在新加坡扶持。 Pastor Mabel的顺服及伟生的心,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学习的。 看到Pastor Mabel的生命见证,非常的激励我,也因为这样,我决定每个礼拜多花一点时间, 来亲近神,比如说,祷告和灵修。 在灵修时,我时不时会想起Pastor Mabel在更新课程中所教我们的东西, 比如说,如何的来用方言祷告,这些方法能够让我更容易的来亲近上帝。 也很感谢Pastor Mabel每个礼拜的敬拜赞美和讲义, 让我们每个在新加坡学习和工作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最后,我想代表每个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向Mabel传道,说声谢谢。 哈喽,大家好,我是姨俊。 自从我认识Mabel,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负责任,也很愿意与身在教会的一位领袖。 就是呢,平时呢,看见她在教会的服饰已经不少了,更不用说那是我们看不见的。 尤其是现在我刚刚自己进入到的职场当中,非常明白她从招聚完我的体费。 我知道现在Mabel呢,又要负责自己的职场,然后也要负责交会你的很多不是,真的很不简单。 然后每个礼拜的祷告会啊,SUNNY KIDS,还要带不同组的IP区, 然后还有她的小组啊,讲道啊,有时候也要准备那些敬拜等等,真的很不简单。 然后呢,我就觉得Mabel在时间方面,管理的这一块呢,是非常的做,非常的好。 这个呢,也是我想要跟她学习的。 如果你问说Mabel在我的生意里面有什么影响呢, 我是觉得她教会了我,如果的学习去祷告。 其实呢,她很鼓励我们在新加坡的即时,就是每个礼拜呢,要抽点时间的是参加祷告会。 然后呢,有时候我也是在这个祷告会上面呢,感受了就是一样的印象啊, 然后也是神也是有对我说话。 在这里呢,我想要代表新加坡在每个团教会的期间, 谢谢Mabel的付出。 就是呢,她其实在给我们修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然后在跟随神的这个道路上面, 我们在每个团教会有一个这么好的领袖。 谢谢你Mabel。 巴士Mabel,谢谢你,就是一起来这么用心的来牧养我们, 就是来牧养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教会。 你是我们永远最好的榜样。 哈啰Mabel,谢谢你在新加坡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家, 不然我们在这里是很可怜的孤儿。 我们知道在新加坡,你一个人带领不容易, 可是我们会在后面支持你,加油,拜拜! 哈啰Mabel,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关心,还有对教会的付出。 直到你在新加坡,就是带领我们不容易, 但是我们会在后面支持你,加油! 谢谢Mabel,谢谢你一直以来这么用心的牧养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你。 Mabel,谢谢你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我们都很感恩,有你这么好的一位同工。 哈啰Mabel,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付出更多, 还有把我们,就是照顾我们啊,在这个教会啊, 我们在成长,在相互的时候, 真的感谢你,真的批判我们。 Mabel,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教会的贡献。 好,谢谢你Mabel。 哈啰,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名胜。 那,我真的不是一个很擅长在镜头前面讲话的人, 但是在感恩节上的日子里面呢,我要特别来感谢赞美Mabel的传道。 那,感谢你在教会当中一切的付出,还有努力。 特别是在疫情这段时间,教会有许多的限制, 但是你依然坚持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那,例如说,你坚持在每天的承导, 然后也花时间预备承导的分享。 那,还有,像是你每周的, 线上的儿童主书学,你也坚持着自己来做设计。 然后跟那些的统工来合对那些的故事啊,影片啊。 那,真的感觉到你对这些的事情非常有用心。 然后你也很努力的在预备讲到里面。 那,他常常都看你做这些事情,熬夜到很晚。 然后,也花时间跟这些的同工来沟通,然后训练他们。 这样他赞美你,对神加重的事情非常的细心。 那,甚至于后来就是,必须要在新加坡建立分堂。 那,就让你还必须要再另外找工作,再来留在新加坡。 那,真的非常的辛苦。 然后,你每天都早上都还是要开同会,还有工作的时间。 然后,你也必须是要在校园里面带领那些的孩子来做一些的活动。 那,最让你感动的是,就是你不仅没有抱怨。 然后,你来说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 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是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那,最后呢,我也要感谢你在我们这段关系中,一切的努力跟付出。 然后,我要谢谢你爱我。 然后,也谢谢你爱我的家人。 然后,在特殊的日子里面,你会买礼物送我跟我的爸妈。 那,在我工作的时候,很忙碌,然后或者是低潮当中, 你也是陪伴我,然后一起面对,然后一起祷告,然后给我鼓励。 那,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你。 那,我们已经将近650天没有见面了。 但是,很感谢你。 有时候忙到很晚,你还是会花时间跟我视讯。 然后,我们也能够一起分享,然后有精心的时刻。 然后,能够一起为对方祷告。 那,虽然我们也相隔3000多公里,就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但是,透过精心的时刻,还有彼此的祷告, 就让我觉得,真的我们的心很靠近。 然后,真的要谢谢你。 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 诱惑 医生